OHITY 這個房子我覺得它能夠帶給我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快樂 進來第一眼我就知道我到家了 当初在看到3D图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哇 这个超乎我的想象 我没有想过我的家会这么漂亮 这原本是一个西式品的毛配屋 居住成员是一对夫妻 跟一个刚出生的宝宝 它空间蛮大的 然后景又很漂亮 所以我不太希望用太多的隔间 去阻挡这个景色的感觉 尽量地把剩下的空间留给公领域 买这间房子的钱 做了很多的旅游 去欧洲玩的时候 很喜欢他们北欧的饭店的 那种装潢的风格 所以一开始其实是跟设计师讲说 我想要这间房子很北欧 越简单越好 空间是算蛮大的 那如果没有带一些材质 跟层次的变化的话 会觉得会有点空 所以这是还蛮挑战的部分 玄关柜的部分我利用了一些水磨瓷 砍一个镀态材质进去 让视觉上有带一点层次出来 蜡门的左边有一个凹洞处 我没有太用柜体的方式去做设计 我是用三大片的推拉门去做切割 玄关绑新水磨材质的弧形造型墙 去区域给出玄关跟客厅的区域 希望说视觉感不要看起来太复杂 因为它空间还蛮大的 所以我希望在电视墙可以带出另外一种材质出来 所以我是找找大理石文的陶板来做设计 因为陶板它有宽度尺寸的限制 所以线条上有砍一些镀态条 做一些切割上的变化 地板或者是家具的配色上 其实都是尽量挑比较浅色系 再带一些比较局部棕色系的家具软 这样去做搭配 在日本的时候 它们的榻榻米 然后有一个纸门 然后外面会有一个廊道 那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地方的话 它处理得很好 就让我感觉到 这一扇窗是很低的维度 高度在室内跟室外做了一个切割 让我在里面的时候我就觉得 好像我已经处在外面的环境 然后把户外的景色也帮我带进来 空间还蛮宽敞的 我希望在空间上 可以带一点层次的高低变化 所以我才会运用了卧榻的设计 落地窗顺势地压低它的高度 然后延伸到阳台的区域 高卧榻的下方 有做一些抽屉的收纳 客人比较多的时候 卧榻也可以当作座位区域的部分 他有听出一些 我没有讲得很清楚的需求 比如说我有跟他讲说 我希望这间房子白天有白天的样子 晚上有晚上的样子 白天的时候它就很单纯 它只是陪衬户外的一个景色 让我住在这里这样看 那到晚上的时候 我希望有它自己的样子 像夜店一样的灯光 第一印象就是哇 这个吧台比我想象中的好了很多很多 就感觉就是很细致 然后我有一个我自己的吧台 我可以在这里做饮料 surf我的朋友我的家人 让他们在这里晚上玩得很开心 中岛的部分屋主提出想要有带点酒吧感觉的风格 这一区的话我主要是以深色的材质 然后去做设计跟规划 天花板上我利用了两个生葡萄木的造型 然后中间有做一个折线 台面我是用黑色赛历史 砍一点点亮亮的 去呼应背面的马赛科砖 营造出有点像是一个舞台的感觉 因为它的功力域蛮大的 所以我希望进门有个视觉重心 所以我规划了展示柜 在竹卧跟餐厅的隔间上 也算是把它的竹卧的门隐藏在其中 竹卧那时候其实我给他的目标很单纯 就是睡觉而已 很单纯的睡眠 然后享受户外的景色 所以我跟他说我觉得什么都不用 把床直接对着这个窗台 让我一早上起来的时候就能够看到这个风景 竹卧其实有跳一点比较奢华的感觉 床头的背面我就规划了一个 摸字型化妆台的区域 一方面也是可以让他们靠床 对我老婆来说的 她可能最满意的部分是她的更衣室 因为那个更衣室 她希望能够有一个展示柜 把她的薄薄手势能够很好的展现出来 足够多的收纳空间 让她不用再搬来搬去 更衣是运用镀态的材质 然后做成共性 然后再加上防大理石纹的煤赖板 带一点小小精致奢华的感觉 主体的色调还是以比较舒服明亮为主 让大家回到家很像饭店红的感觉 他们刚好也赵宝宝出身 所以小孩房的空间可以带一点童趣 在她的门片跟墙面的油漆变化上 有带一点弧形的造型 隔间被我们再重新整理过 那我就在一道墙上可以留了一个深度出来 让她可以作为展示柜使用 她是一种让你觉得跟她聊天起来 就像是一个朋友一样 然后你不会想太多 你就是很自然把你所有疯狂的idea 全部都讲出来 让她去帮你过滤 让她去帮你组合 那我也有提到说 我有想要用一些蓝色 或是我很喜欢金子的东西 这些都是我原本在想象我的房子的时候 没有想到的 但是其实我想要这些东西 只是我不晓得怎么把它表现出来 最后她提出3D图给我的时候 其实跟我原本心里面想的房子很不一样 我就觉得 哇 这个超乎我的想象 我没有想过我的家会这么漂亮 而且她有一点很好的是 她不会因为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建案 然后就觉得我们预算上面不会那么在意 她会很认真地去帮我思考 如果我没有想到在哪个地方可以降低预算的部分 她也会都帮我去做一个控管 房子毕竟是屋主她要很长时间的居住跟使用 所以其实我都不太会去很主导性的设计 我还是都会以比较倾听的方式看客户的需求 虽然可能风格跟当初屋主她们提出的主要风格 会有点些许的落差 可是呈现出来的结果 她们蛮满意的 所以我觉得蛮有成就感的 我觉得很高兴介绍这位设计师给我的朋友 因为她不仅让我找到一个设计师 她也让我找到一个好朋友 我还蛮希望说跟小朋友在这里能够有很多的回忆 那这个开阔的空间可以给她一个蛮开心的成长过程 我会在这里好好地运用她所留给我的这些硬体 把心思都能够留在彼此的身上 那整个住就在这里的过程里面是很开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